粉条这样做,三碗米饭不够吃 准备红薯粉条,放入水中,浸泡一个小时 碗中打入两颗公鸡蛋,用筷子搅散 滑熟滑散,盛出备用 准备一根尖椒,切成粗粗的细丝 空碗中,加入一勺生抽,两勺陈醋 一点老抽上色,一勺蚝油 加入盐,鸡精 再加入一大碗清水,把汁搅匀 起锅烧油 油热,下入葱花,姜片,炒出香味 加入刚刚切好的青椒丝,炒至断生 加入刚刚调好的料汁,大火烧开 加入泡好的粉条,给它锅炖五分钟 然后再加入炒好的鸡蛋 再煮二分钟 出锅前撒上小米椒 非常好吃,用下饭的尖椒粉条溜鸡蛋就做好了 尖椒粉条,你在家就像我这样做 保证能让你吃三碗大米饭 点开我的头像,里面有很多的家常美食 喜欢的就关注我吧 感谢大家支持